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Widing的实验室 今天在院子里种花 无意间挖到几条蚯蚓 一不小心挖断了 我这个心疼啊 小小的生命由于我的失误 说没了就没了 诶 不对啊 听说蚯蚓断了以后好像不会死 能重新长出头或者尾巴来 断几节就能变成几条蚯蚓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严重怀疑 所以今天我决定把这些断掉的蚯蚓收集起来 做个实验 来验证一下 到底蚯蚓断了以后 到底会不会长成新的蚯蚓 这里一共有两条蚯蚓都断成了三节 我们将最前面的一段剪成头 中间的一段剪成身体 尾部的一段剪成尾巴 我准备了三个小盒子 第一个盒子里装着两节蚯蚓的头 第二个盒子里是两节蚯蚓的身体 第三个盒子里是两节蚯蚓的尾巴 然后盖上土稍微浇一点水 然后我们静静地等上几天 看蚯蚓的存活情况 三天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蚯蚓们怎么样了 首先我们把装有蚯蚓头的盒子打开 诶 看到有一条蚯蚓在扭动 这是另外一个头 两条蚯蚓头都还活着 不错 不错 接下来我们再把装蚯蚓身体的盒子打开 诶 看到了一条还活着 还有一条怎么找不到了呢 我们仔细找找看 诶 终于找到了 在盒子的边上 粘在了盒子的边缘 看样子是死掉了 没错 就是死了 还散发着一股恶臭味 接下来我们把装蚯蚓尾巴的盒子也打开 同样也找到了一条蚯蚓尾巴 还有一条尾巴呢 仔细找找看 看 终于找到了 还活着 我们把土填回去 过几天再回来看看 一个星期过去了 大家猜猜会怎么样 首先来看蚯蚓头 看 这个头还活着 再找另一个头 哇 这个已经死掉了 都发霉烂掉了 再看身体 这个也死了 快变成蚯蚓干了 至此 蚯蚓身体已经全部死亡了 最后来看尾巴 看 一条活尾巴 还有一条尾巴肝 死了 一个星期过后 两条身体都死了 头和尾巴也各死了一条 还剩下一个头和一条尾巴活着 两个星期过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蚯蚓的情况 首先是头 之前死了一个 现在这个看到了吗 都发霉了 也死了 两个都死了 由于身体都已经死了 所以不用看了 直接看尾巴 哎 有一段尾巴还活着 真的神了 头死了 身体死了 尾巴却还活着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段尾巴放回去 再多等一段时间再回来看看 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我们再次打开盒子 来看看蚯蚓还活着吗 哇 近不近起 一不一晚 这条小尾巴还活着 今天是离蚯蚓断掉 整整过去了两个月 大家猜猜这条蚯蚓尾巴还活着吗 我们打开盒子 哇 太神奇了 蚯蚓还活着 可以看到 它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 长成了一条完整的蚯蚓 实验证明 如果好好的饲养 蚯蚓在断掉之后确实还能存活下来 可能我养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所以头和身体都死了 只剩下一条尾巴活着 这个结果是不是有点出乎你的意料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den的实验室 最近除了新冠病毒疫情之外 还出现了第二件大事 世界上很多地区开始闹蝗灾了 从非洲到中东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现在已经到达了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了 和我们中国只隔了一座喜马拉雅山 希望他们不要翻山过来 今天我在家里的阳台上抓到了一只蝗虫 已经被冻僵了 下面就让我们把这只蝗虫放到显微镜下面 看看蝗虫到底长什么样 以及有什么好玩和奇怪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加吴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